实际上保险大家忽略了一个它的第一主题 它是保障 你购买保险的人 你的第一目的 你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赚钱 你的可能是你理财肯定是你的第二需求 那么第一保障是你购买了保险 它能改善你生活中的一些风险 或者说抵御你生活中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你有一个保障 然后你的医疗费保险会替你cover 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个人出现了什么意外 然后保险的赔付能够支撑这个家庭 正常的在运营下去 或者说这个家庭正常在生活下去 包括人已经去了 但是活的人仍然可以活得更好 虽然我们失去了一个经济支柱 所以我觉得保险更多的是一份保障 是一个抵抗风险的一个工具 所以如果你要是怎么说 比如说穷人吧 就我们讲的说低收入人群 更应该考虑保险 用它来改善你的生活 用它来抵御你的风险 美国互惠财富集团 疫情期间的服务不中断 而且有完整的专家团队 协助来规划美国的保单 满足各个阶段的家庭需求 甚至传承财富 该中预约免费的线上讲座 或资认咨询 请拨打免费专线